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绝密大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大案 我是大腕 既然刚刚山姆医生的实验告诉我们 人的灵魂很有可能是存在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人为什么会产生濒死体验现象呢 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有很多不同的学者都对濒死体验的原因 提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 说大脑当中有一个区域叫做脚型脑回 这个地方很复杂 它的功能之一呢 就是把身体与空间的感觉告诉大脑 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当这个脚型脑回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的时候 就会出现脱离肉体的一种幻觉 让人感觉到自己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还有人做了一个实验 对大脑的诱涅液 用柔和的电磁辐射进行微弱的刺激 接受这种刺激的实验者呢 都说当时看到了一些亮光 于是这些学者就提出 宾斯体验的人看到的那些亮光啊 是由于大脑诱涅液受伤才导致的 当然还有人提出过一些更加玄幻的说法 有的说这是黑白无常来勾魂来了 所以呢 把你这个魂勾走以后 你刚离开的时候 能够看到你的这个身体怎么样怎么样 你穿过隧道呢 就是黑白无常啊 带你在这个往阴间走呢正在 还有的呢 把这个现象跟人类起源 跟外星人之类的还联系在一块的 当然这一些 这都是比较玄幻的一些说法 总之啊 针对这种宾斯体验现象 各种说法那是层出不穷 但是始终呢 都没有一个定论 其实归根结底 各界对宾斯体验的各种解释 都可以划分成两个类别 科学的解释和超自然的解释 当然了这些解释 目前不管是科学的 还是超自然的 都还处于一个推测阶段 还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进行支持 当然了 有些说法呢 咱们现在看 它是超自然的 可能是因为咱们的科学啊 还没有发达到那个程度 还不能解释这个现象 所以呢 咱们把它归到超自然里边 以后咱们厉害呢 没准呢就把它又给归到科学里边了 所以呢 这些都也不是固定的 那么咱们就来分别看看 这些比较有名的超自然的解释 和科学的解释 首先咱们来看超自然的解释 最基本的超自然解释认为 认为经历过宾斯体验的人 他的确体验过 并且能回忆起他们的意识脱离肉体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简单说呢 就是认为这段经历 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幻想 认为当这些人 他处在死亡边缘的时候 他们的灵魂离体 并且感知到了 他们通常所无法感知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灵魂 在我们的世界 和另一个世界之间 进行穿行 另一个世界呢 应该就是来世 或者是天堂 地狱之类的 一般的穿行表现呢 就是穿过一条隧道 隧道的尽头 有亮光 但是往往呢 在他们抵达另一个世界之前 就会被拽回来 返回自己这个身体当中 然后就醒过来了 当然了 如果没拽回来 那人肯定就死了呗 这种说法呢 对于那些虔诚信奉宗教的人来说 是他们比较愿意认同的一种说法 因为这里边呢 它有一个来世今生的一个概念 那除了这种来世今生的理论 还有一种更加离奇的 有一些人认为啊 说宾死体验 是与其他维度当中 更高级的智慧生命 进行精神连接了 这类生命体呢 有可能是进化之后的人类 他们的灵魂当时啊 已经超越了出生死亡转世 这样的一个轮回 而且据说有些时候呢 通过这种宾死体验 有的人甚至能够看到 未来即将发生的某些事情 这两种解释 可以说都是属于超自然的解释 咱们现在的确 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他们进行论证啊之类的 然后呢 咱们看比较大头的这个科学的解释 科学家们 他们肯定是不信那些鬼神之类的 所以科学家的观点 大多数都认为宾死体验 是一种复杂的 主观的 并且饱含情绪化的一种思维体验 说白了 认为是一种幻想 不光这么认为 科学家们还逐渐的 找到了一些证据 似乎呢 能够从侧面来证明这种说法 比如一些科学家发现啊 有一些药物 像是绿元酮 和普斯普基一类的 这样的麻醉药物 能够使患者产生幻觉 而这种幻觉呢 和许多宾死体验的经历 还恰恰都还差不多 而且 从科学角度来说 我们所看到的周遭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实世界 其实只不过 是大脑在特定时刻 所接受到的 信息的一个总和 那么当一些外伤 对大脑相关的功能区 造成影响之后 保持你所有感觉都失灵了 那么 输入到你大脑的这些信息呢 它就会出错 那么如此一来 大脑有可能就会给你一个 错误的一个反馈 那么如果这种错误 它再继续发生的话 可能就会让人 感觉这个脱离肉体 并且飞在天上 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这种说法呀 它有道理是有道理 但是很多案例呀 它还是没法解释 比如刚刚上目医生 做的那个实验 这个说法 恐怕就不能解释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呢 看起来比较靠谱 说宾思体验 可能是一种 人体的一种适应机制 或者说呢 是一种保护机制 人们在遭受肉体上的 极度痛苦的时候 这种机制 就有可能会被激活 帮人们掩盖住 这段痛苦的感觉 当时咱们学家的学者们 就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说明这个宾思体验 对人 它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的 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有一名女性工人 当时23岁 她说在当时地震的时候 就是一声巨响 然后房子就塌了 身体被压得不能动弹 心想这次 完了 肯定是死了 这个时候呢 她就突然看到了 许多从前的一些人和事 感觉呀 心里边非常安详 而且轻松 尽管知道自己 马上就要死了 但是一点都不紧张 不害怕 心里边呢 十分平静 十分喜悦 一点都不痛苦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一个人的情感状态 它是分为正性和负性的 所谓正性情感 就是欢乐 愉悦 高兴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它能够促进健康 有利于自身的一个保护 很多例子 比如说某些 癌症患者 非常乐观 后来癌症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负性情感呢 就是像忧愁啊 忧虑啊 抑郁啊 惊恐啊 悲痛啊 这些都会迅速的消耗 体内的能量储备 从而加速死亡的到来 这个例子呢 用癌症的一些例子 同样也能够解释 所以这种说法认为 那些感觉自己脱离肉体 漂浮在半空中 穿越黑洞 与死去的亲人相聚 快速闪现的自己一生的记忆 宇宙和微一体的这样的现象 很大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 人处在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 潜意识里这种保护机制 被激活了 这些体验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 就发挥了它潜在的转化作用 让人体减少能量损失 从而让人幸存下来 这是说 这种宾死体验 是一种保护机制的说法 那么咱们说了这么多种说法 超自然的和科学的 至于是哪种解释 更接近于事实真相 是科学所说的幻象 还是真的灵魂离体 还是保护机制 那只能说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至少在目前来说 是这么回事 总之从我们的个人 从我们个人角度 个人感受来说的话 宾死体验 它似乎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们提供了一丝希望 在我们这个生命危急的时候 告诉我们死亡 其实并不可怕 它也不一定就是意识的终点 毕竟山姆的实验还证明了 说灵魂是真的存在的 所以说即便是科学 它在解释死亡的时候 也有犯难的情况 比如几十年来 医学界关于临床死亡 器官死亡和脑死亡 仅仅这几个概念的明确定义 都还定不下来 还争论不休呢 而且在科学界 对于宾斯体验的各个方面 虽然都至少存在着一种科学解释 但是针对每一种科学解释 又似乎都能够拿出至少五个实例 来加以反驳 那这样的话 你不就没法解释了 所以归根结底 要想彻底弄明白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好 今天的绝密档案 咱们就说到这 我是大腕 咱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 我是大腕 我们的绝密档案 已经跟大家讲了将近两百个故事了 今后呢 我们还想再尝试一些 说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故事 比如我们会多说一些其他类型的自然怪象 尝试说一说名人黑帮 再说说其他的更多的悬疑大案 更多的新的内容 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新专辑 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当中 目前这档专辑已经上线了 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大家可以搜索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 就能找到了 需要说的是这档专辑 不仅仅有我们尝试的其他的新节目 也会有之前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被下架的一些经典内容 很多听众希望能够再听到这些内容 于是我们把这些内容 也放到了这档专辑当中 另外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 XMLY0330 喜马拉雅首字母加0330 添加这个微信 进入我们的喜马拉雅官方微信粉丝群 届时将会有不少的福利 西点卡签名书等等 其他的惊喜活动都在等着大家 另外补充一下 新专辑是会员专辑 如果你是喜马拉雅的VIP会员 就能免费收听 当然如果您不是 那也没关系 现在仅需六块钱 就能成为一个月的会员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多多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